我是套運師市議員簡志祥 在沒有當議員之前 唸化工的每天就是上班下班 下班後去健身房運動 大概就是很規律的生活這樣子 結婚生孩子 我們想要找品質好的幼稚兒園 但是收費又不會太貴 後來發現其實有點難 公園想要找離家境又很好玩的 發現也有點難 所以每天就發現沒有那麼容易 也沒那麼簡單 也沒那麼好找 所以就對公共事務開始慢慢 越來越多的想法 我一開始投入政治 其實是為了讓地方上面 我們認為可以有更健康的一個環境 人可以有什麼可以好活動的地方 或者是空氣污染怎樣改善 河川的污染怎樣改善 就是我覺得不然為什麼 其實我對於我自己想好的事情 我真的是很想要去做的人 而且這些事情如果是對的事情的話 你根本沒辦法束縛我不去做這種事情 做這四年的研究 我們都會發現說 了解到市民真正的需要 人行道很重要 行人沒有很好的安全的距離 那尤其是小孩子走的 這個更不安全 所以我們想要在人行道上面 做好那種人本的交通 做好這種改善的事情 再繼續做功課就發現說 公園裡面的郵具的年限問題 以及當公園要更新的時候 他在裡面的跟民眾的一個參與式的討論 有沒有很充分 盡量把所有人意見匯整起來 至少讓他覺得可以接受 比如說我提了五個意見 這五個意見 有一個是我符合的 我是一般民眾 我就覺得我的聲音被聽到了 當時提的煉油廠是監督煉油廠的安全 隨著現在這四年的變化 因為現在每一台車 這個六席的環保法規 那個油耗有沒有 要求就越來越嚴格了 再加上又油電車也來了 電動車也要來了 2035年歐盟就有說就不做任何燃油車了 國內用油市場絕對是會越來越少 到後來這個四年已經 我們已經看到 他根本就是自動會被淘汰 這個議員的經驗呢 我們就當然就產生更多的 這次的政見出來 那從八項變到十二項 所要做的事情就會更多了 這四年我會繼續把 政見實現之後呢 我們期待可以有產生更多更多 不一樣的想法 甚至於是為了更往後的四年 來去做準備 讓我們認為在地方上 看到需要改變的地方 能被改變到 能把我們的影響力 觸及到這個社會 能把我們的影響力 有很多人都會有 為了 要做的事